太棒了 接下來我們有一組 其實是夫妻組對不對 這位日本的女子有一天不小心就嫁來了 阿紀來講一下 當初來台灣其實是為了要嫁老公也沒有嗎 沒有 是怎麼樣 什麼樣的機會就是來台灣接觸到原住民 第一個原住民是怎麼樣接觸到的 就是那個時候我是想要環島旅行 妳就是那個背包客女生那一種的 她有 然後呢 然後就是我看到書裡面學說台灣有原住民 然後我有興趣所以一直特別找原住民 妳本來就喜歡對不對 妳本來就想說要去認識 那妳後來怎麼認識 怎麼會不小心認識那個就是我們男主角的呢 刻意的去不小心發現他嗎 沒有 後來是怎麼樣的機會認識到他 就是我在台中走路的時候碰到他 走路的時候喔 這有點懸 就環島旅行然後走路走到台中認識 對對對 對一走然後走著走著就遇見了 滿難得的 我還以為妳要吃撒西米 然後他拿芥末給妳就認識 沒有 沒有 所以就這樣子 那認識他的時候會發現說 有什麼樣很特別的一種文化 讓妳覺得特別喜歡嗎 就是看到他的時候比較 不是文化 就是很透明的感覺 就是很 很真真 是不是 很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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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們原住民被人家形容到很透明 對… 老公來講一下 這個排灣族的老公 很漂亮的感覺 很漂亮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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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得我都害羞 對… 對… 很漂亮 很至高的形容有沒有 形容… 一個日本的女子對妳這樣的一個 看待的時候 妳那時候心情怎麼樣 這個排灣族老公 講一下 當然聽她這樣講也是很開心 只是說沒想到被形容成這樣 我也有點滿害羞的 對 因為本身應該從小到大沒有被形容透明 這種東西 沒有 沒有對不對 對… 待會我們外國朋友會跟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生命經驗 當然她又帶給大家意想不到的一些… 這個趣事 可以跟大家一起來分享 不能錯過 休息一下喝口水 我們再回來有今天精彩的八點 真的能夠 非常感謝妳眼睛繼續鎖定我們頻道收看最好看的八點 正能夠 正能夠 That's right 今天的八點怎麼能夠非常的精彩 因為我們今天請到了International的朋友們來到我們節目當中 給他們掌聲鼓勵一下 Yeah 先問一下馬拉波斯代表蘭語共和國的朋友來講一下 馬拉波斯來跟大家講一下 其實本身也常常到國外出國嘛對不對 對 就是以前還在當記者的時候也是常常出國採訪 是 然後自己有假日也會排國外的休假 然後就最近也代表圓民坦就會參加一些國際的會議 對 先講一下你身為一個原住民到了國外的時候 參加無論是會議或是交流 你自己要怎麼樣去跟別人有一個馬上融入的那種經驗呢 比如說或是你曾經在跟國外的朋友交流的時候 你曾經受惠過最讓你印象深刻的感動的經驗 對啊 對 所以就是我覺得我們原住民出國會比較有優勢 對 就是假設如果是國際會議 那大家也知道國際會議大部分可能有蠻多的朋友是白人 對 那可能像我們皮膚比較有顏料 比較有黑的 比較有顏料有沒有 然後我們就會很特別 對 人家就會過來跟我們聊說 從哪一個國家或是說畫甲子一出來 當然就直接是唱歌 一唱歌的時候 就好多人就會靠過來 馬上就成為巨星那時候 對啊 大家就會很關注 所以就是說我會覺得說 國外尤其是多元化的社會 更進步開放的社會 他們對原住民的文化是非常非常喜歡的 非常喜歡對不對 對 你自己有一個非常親身的經驗 對 自己那轉一個話題就是你自己在台灣 有沒有認識國外的朋友 然後讓你印象深刻的經驗 很多像羅賓漢我也在屏東 在花東一些原住民的音樂的聖會 我都遇到他 然後我自己在台灣有一群的朋友 那他們像前陣子他們就在復興鄉幫部落蓋圖書館 那我們固定也會辦這個和平音樂祭 那在太魯格拉 在新竹 所以有很多的外國朋友在台灣 然後也像阿德他們 就是他們會很意外說 哇 原來台灣有原住民 那一直到認識原住民 然後開始像我自己來雨 有很多的外國朋友很喜歡去來雨 是齁 那主要是不是走馬看花 是一起生活 對 因為他們喜歡 來雨實在太美了 然後他們好奇心 可能這個檳榔 結果就整個禮拜再來都在吃檳榔 外國人對我們原住民文化的喜愛 真的是很強烈對不對 對 就是他們跟我 我會覺得就是你們跟我們的生活很近 對 他們對生活的享受 然後對旅行這件事情的好奇 對 剛好都跟我們很像阿原住民 對 個性的快樂樂觀 直接 然後喜歡聚會 那其實我也相信這些朋友當中 每一個人都有從原住民 曾經收過一個非常 你畢生難忘的 甚至一直覺得這個信物呢 對你來講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紀念的一個禮物對不對 好 我們先從阿德好了 阿德來講一下 你在原住民部落得到的 最重要的禮物是 我最重要的禮物是我乾媽 我姨娜給我的阿魯夫 阿魯夫就是情人袋對不對 對 這個是他們自己做的嗎 對 是在部落自己做的 自己修的 所以你如果看那個修缸 其實很細 對 如果說那個 對 因為大家都知道阿美族的情人袋 原住民的傳統的東西 它都是要手工的 包含旁邊的珠珠珠串啊 還有最重要的台東的情人袋上面的那個 是要親手縫的 那個要很久一個 對 對 所以你收到的時候你覺得 你知道這個意義嗎 我 對啊 我知道 多了少少知道這個意義 對我來講也是 其實 是比這個物質更重要的一個禮物 你知道嗎 因為當時 伊娜吉亞母姨給我這個阿魯夫 他也是準備訂做另外一個 給我親生母親 對啊 因為 因為他的想法是說 那我現在有你這個乾兒子啊 我要跟你親生媽媽當姐妹 那後來我把 好想哭喔 我的媽 後來 後來 後來我 我伊娜跟我親生媽媽 我來來去去他們都送禮物 兩邊都沒有見到面 但是送來送去就對了 對啊 你上網來 果然就是互惠對不對 很像 很像喔 就是 好感人喔 聽到 然後我一直很 很期望說 將有一天他們 真的能夠見面 因為他們之間沒有共同語言 但是他們在一起那個 感覺會很真實的 一種真實的感情 對 真的喔 而且我們剛才才知道說 阿德的乾媽其實也是阿洛的乾媽 同一個 我們今天才知道 很巧 那個伊娜 那我的情人帶呢 你 所以 我會突然就問他 對 這個情人帶對你來說 這個意義深遠 並不是只是在於 這個情人帶 而是那個伊娜 部落這個伊娜 對你的照顧 還有他也對你的伊娜的一個關心 對不對 對 真的好美好喔 很感動 對啊 對啊 這個真的是 聽到了真的覺得很真的非常的感動 吉拉老師幫我做的筆迪 筆迪耶 筆迪耶 對 這個是真的很 這個在台灣組 盧凱組是非常貴重的器物 對 可能是一個很盛大的一個贈送 我覺得 對 這個禮物是很相當的禮物 對 對 其實是我教導幫我做的 因為那時候他已經不做 然後他 因為我就再做一個給我 喔 你請他再製作一個 因為我看他表演之後 就很好奇這個樂器是什麼 然後因為我也是玩什麼樂器 然後在布列塔尼文也有傳統的低子之類的 所以我很有興趣再知道多一點這個樂器到底是什麼 然後問他哪裡買的啊 你會覺得台灣的鼻底很特別嗎 很特別 用鼻子吹耶 他會自己做給我一個 而且會自己對我們的樂器都自己做 對 對 很特別